说到马来西亚料理 肉骨茶、椰浆饭是不少台湾人喜欢的口味 但其实穆斯林们对台湾的小吃美食也很感兴趣 透过镜头来带您前进马来西亚 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清真展 为期四天在吉隆坡登场 今年台湾有18家企业取得清真认证 目标要把台湾的好味道打入清真市场 汇聚上兆美元商机 全球最大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 17号在吉隆坡开幕 66个国家地区精锐进出抢市场 为期四天展览 主题涵盖食品、药品、科技、伊斯兰金融 其中台湾美食成为展场最大亮点 开展第一天 中式新闻独家直击发现 世界各国穆斯林朋友 不断对台湾美食竖起大拇指 直夸台南冬瓜茶口味好特别 想引进到阿拉伯上市 穆斯林市场庞大 20亿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 预计2030年 全球清真产品将创造35兆美元产值 18家台湾企业来到吉隆坡 端出清真认证美食 抢供伊斯兰市场 我说你吃台湾美食竖起来 最近你喜欢它吗 是的 当然我喜欢它 现在很难找找到台湾美食 halal在马来西亚 但是现在 我认为在未来 我认为 台湾美食竖起来 你会最可以的市场 market 这这其实很棒 我喜欢它 我们都参加台湾 当然我们尝试北 我们尝试台湾的食品 所有这些领域 都要为 最大的吸引 流行的 才能源 马来西亚政府野心勃勃 要将吉隆坡打造为 全球清真市场中继站 台湾企业共相胜举 期待拓展伊斯兰商机 杨洁、蔡婷玉在吉隆坡的采访报道